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来的之后也会发生很多的事 最重要的主借着这些提醒我们 要做一个警醒忠心的仆人 今天的经文更是讲到一件非常重要 主来了对我们是美好的事 或者是害怕的事 那么就看我们怎么回应 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三个仆人 一个五千 两千 一个一千的 那拿了五千的 那个领了两千的 高不高兴主人回来 非常的高兴 期不期待主人回来 期待 那么那个一千的呢 他很害怕主人回来 所以你看到吗 同样主人要回来 可是有人会觉得很高兴 有人会觉得很害怕 有人很期待 有人希望他永远不要回来 是不是 那么弟兄姊妹主一定会回来的 不管你想不想他回来 你期不期待他回来 他一定要回来 但是最好我们都是 很期待他回来的那个人 很高兴他回来的那个人 那为什么有人很高兴 有人很害怕 很高兴他回来的人是哪一种人 那是因为是领奖赏的日子来了 是参加喜宴的日子 他是得奖赏的日子 是我被包养的日子 是我被称赞的日子 是我爱我的主的日子 那么所以这样的人就会很高兴 可是这些懒惰的或不忠心的 没有善用主给他的资源 就会害怕 就会害怕 我想我们都知道 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 给我们分几点 我们快点分享 第一我们看资本 资本 15节说 按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 神都有给我们银子 每一个人都有神 所给我们的恩赐 财干能力之本 每一个人神都有 今天虽然只有三种人 但是意思说 每一个人神都有给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对自己说我有 然后你不但你有 弟兄姊妹 上帝一定有给你的一份 很多人觉得我没有 不 上帝一定有给你的 一定有给你的 那你有无限的潜能 你有无限的潜能 上帝在你身上有无限的期待 那最近前几个月吧 那么就是上页周刊 邀请了几位所谓的 销售天王天后来演讲 那参加他的参会的人 一个人就要两万块 一个人就要两万块 哇你就这样 那这个销售天后 爸爸 他是一个有 这个阅读障碍的人 阅读障碍 所以小的时候呢 他的老师跟他讲说 你会永远是个笨蛋 那所以但是他的妈妈跟他讲说 不 你很有想象力 你在的地方就有欢乐 老师是看到他有阅读障碍 妈妈看到他什么 很有想象力 他很能 他很能创造 欢乐 很能创造欢乐 所以呢 他说我还是有阅读障碍 他说我还是有阅读障碍 我还是有阅读障碍 但是他说我有 对一个对未来评估的能力 他说我很能评估 我能够想出销售的新点子 新点子 所以呢 他今天能够成为销售天后 被人家从美国请来 你参加听他演讲 吃饭坐在那边一个人要交两万块 比我还贵 今天大家都免费坐在这里 你看他的身价有多高 身价有多高 所以你看到没有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份 可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 常常我们怎么样 我们 别人或我们自己 常常看我们没有的 这个老师只看到他没有的 所以你要不要学习 不要看我没有的 不要看我的弱项 你要学习看你有的 看你的强项 我再讲一遍 不要看你没有的 不要看你的弱项 要看你有的 要看你的强项 要发挥你有的 善用你有的 然后发挥你的强项 你的优点 你就会成功 今天这个人 销售天后 他仍然有阅读障碍 如果他一辈子都看他这个阅读障碍 那他就 不是今天的他 如果阅读障碍 他就老是想要去教书 或要当老师 或者是要做什么 那他一定很挫折 是不是 可是上帝给他一份 他是一个很欢乐的人 只要他在的地方都很欢乐 所以他很会卖东西 人家跟他在一起就被感染 一栋很普通的房子 给他一卖 哇变成一讲都变成了 哇变成宝贝 这就是他的优点 他充满了想象力 他能够想出销售的点子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很大的缺点就是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 或许我们老是嫌我们自己 我们老是看我们只有一千 他都有五千 所以你就很不高兴 你就老觉得我不行 所以你就活在一个消极 错谬失败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这个仆人 最大的缺点 这个大的问题 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没有 我们喜欢跟别人比较 为什么他读书这么有概念 为什么他读了 我讲这个故事之后 师母就说 他终于了解 他也是有阅读障碍的人 哈哈哈哈 师母说他读了以后都没看 好像有读 没进去一样 有没有人这种的人 有哦 很多人有读 好像没进去 读了也不知道 读了他好像 师母说他以前学过 这个生物课 然后课本 根经业 读了以后 然后拿到根经业 真的拿到根经业来 他也不知道 这个叫做根 这个叫做经 这个叫做业 很奇怪 有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或许我没有阅读障碍 我有阅读天分 这是神给我的强项 那他不用跟我比 然后跟我像 要像我一样 没有 那他发挥他的 他很厉害 他的执行彻底 他比我的耐性 昨天他还一直觉得 我如果这个优缺点 能够改善 那就太好了 我说这就是我的软弱 所以我需要你啊 那所以我们让我们欣赏别人的优点 让我们去开发别人的优点 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一份 有你的份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 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给你的一份 那么所以呢 这五千的上帝有给他一份 是五千 那上帝给他 所以他随机就拿了他的资本 拿了他的资本 所以弟兄姊妹上帝 每一个人都有给你的一个资本 但是上帝 这个五千的人 他就立刻善用他的资本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善用你的资本 这个圣经十六节说 他随即拿去做买卖 他随即 英文你圣经看到 at once 他立刻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积极的人 是一个积极的人 他是一个正面思想的人 他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 他不浪费上帝所给他的那一份 他随即at once 立刻拿到 他就去做生意 然后去运用善用 撒射给他的 所以弟兄姊妹 求主 把我们给我们善用 那你说 我不晓得我有什么资本 弟兄姊妹 什么是你的资本 太多了 你任何个都是你的资本 时间就是你的资本 你的健康是你的资本 你的生命是你的资本 还有你的人际网络是你的资本 还有你的出生就是你的资本 我感谢主我生在台湾 所以我讲个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我可以到世界跟13亿15亿的人沟通 人家很喜欢听我讲到 特别这个香港人 或者东南亚的人喜欢听我讲到 因为我讲的中文 他们觉得太美了 他们的中文 我到北美去讲到 我到澳洲去华侨的世界讲到 他们都觉得 哇你真的很太棒 你的资本 你用的资本 哇标准能让你感谢赞美主 我生在台湾 这就是我生给我的资本 对不对 这是上帝给我的资本 所以我就善用我的资本 感谢主 弟兄姊妹 神给你的每一个都是你的资本 你要用 神一定有给你的 我就去用 所以上帝把我带到 你越用 上帝就给你越丰富 神把我带到好多的地方要去 神使用我这个漂亮的中文 上帝就用 他们希望像我这样很难 不容易 我真拼 光这个我就赢了 他们的讲到讲起来就是 所以我感谢主 上帝使用我们 所以你要去善用你的 advance 立刻去用 神要使用你 神在你身上有无限的丰富 那爱心也是一个资本 不一定我们做什么伟大的事 我想问 我也是去巴黎疗养院 这个我们的巴黎 这个淡水那个 看到那些修女 很年轻的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就埋在那边做什么 就照顾那些失能的老人 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呢 他的岁月青春就投在他们身上 我去看他们我太感动了 这些人把他们一生奉献给神 说真的 从我的角度来讲 他们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 而且这个投资报酬率 很低耶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 可是这不是神的角度 他们把他们生命去爱 代替上帝去关怀那些贫困无依的老人 这就是他的资本 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呢 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也都有 这些修女没有来去 没有像我到处讲道啊 没有像我目一个教会啊 甚至他也没有带小组 他也没有生门徒 他的门徒是躺在那边 不会讲话的 可是他善用了上帝给他的资本 有一天他去见神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不定他排在你前面 他那个神给他的善用到最大 因为在神的眼中 灵魂的价值不因为他老人了 所以他灵魂比较 这个老人的灵魂 这个比较没价值 不值得投资 那你就错了 他的灵魂在神里面是极其的宝贵 所以你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很雄厚的资本 你不要老看 今天很多人要看就是要跟我比 那你很失望 那上帝不是给你这一份吗 上帝给你有另外一份 而且在神的眼中 神给我们那一份都是非常的伟大宝贵的 有人当中可能会搞笑的 那我就觉得我差了一点 我如果会再搞笑一点都好 有人很有交际的能力 哇真的 有人都不怕认生的 我好怕生 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丰富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丰富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不要善用 所以今天我想时间到了 我不要再多说了 那么总而言之 今天只讲了第一点 上帝有给我们资本 那就感谢主 光这一点 就说主啊 让我们今天看上帝 那师母要再讲一点 我多讲一点 他今天突然对我很仁慈 他在发挥他的优点 他在鼓励我的优点 可是我如果再讲 可能15分钟都讲不完 好 那我再讲 那我再讲一点好了 所以5000的去善用 那1000的一个问题 这1000的18节就把他埋藏 埋藏 那1000的问题有两个 当然我等一下 埋藏起来 所谓埋藏呢 就是不用 没有用 闲置浪费 所以你要看到 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 两个对比 一个是拿了资本 at once 立刻 立即 他就去使用 然后他就去发挥 然后他就另外赚了5000 所以上帝在他身上给他的 他有一个极大的丰收 极大的丰收 那这个人呢 却把上帝所给他的 他的天分裁判 干像那个销售天后 他上帝给他的那一份 他就能够发挥这么的大 发挥到这么大 因为他善用 他看他有的 他去发挥神给他的 而这个人呢 他就不用 没有用 他把他埋在那边 闲置他 浪费他 弟兄姊妹 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资产 资本 王建勋写了一本书 我看到前面 起到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他说有一天呢 他在柜子里面 拿到七套西装 那个七套西装都还 用那个套子装得好好的了 那已经好多年都没穿 他那天看了以后 他就 就是有 有点难过 这七套西装摆在这边 闲置是不是 而且站柜子 站在那边 那后来他讲 他自己都忘了有那七套西装 你知道那七套西装是他很多年以前 那还瘦的时候的西装 所以他现在胖了以后 都不能穿了 但是他说 那时候就想有一天 或许我会瘦回去 可以穿那个西装 所以那个西装都是很 都还很新 都洗干净的 然后收起来 后来那一天 他就立刻 他就决定一件事 把那七套西装拿去 送给那个二手 那个二手店 他们附近有个专收二手店 就是可以再转卖 来把那个二手的东西 然后再卖了 可以捐给慈善机关来使用 他说我的资产 上帝给我就闲置在那边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 我们那个闲置的 自己没用 为什么不给别人用呢 我们当中人 回去检查一下 你的橱子柜子的里面 有多少闲置的东西 我们就像王建轩一样 然后想 是不是以后瘦了还可以用呢 拜托 我们的趋势只有越来越胖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想你会瘦回去 这种人不多 不多 是很少的 你就接受吧 如果到时候你送出去 你有给人的 到时候你有需要 上帝会给你的 让我们的资源能够流通吧 让我们善用 这个也是 这一点 我们常常觉得说 那一千我没有埋藏 我有在服侍啊 你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源 你在哪里 这些资源其实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把资源keep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这个世界就有人有缺乏 让我们在小组里面 让我们资源流通啊 你不用的你就给人家用 别人可以用得着嘛 那就有用 那个资源就有用了 让我们来反省 真的这个礼拜 过一些事情 整理神 让一些有用的人可以用吧 那让我们善用 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 这个连这个都是一千两 埋藏在那里 你的柜子已经有东西 买了十年的啦 好不要让大家去先 闲置在那个地方 求主自己来使用 好啦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那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自己 让我们善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本 让我们要学习 不要看自己没有的 不要看自己的弱像 要看自己的强项 要看自己的有的 要善用自己所有的 要发挥自己所有的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